Hey guys, Game Boss here Hello,大家好 在上期的视频当中 我教会了大家 怎样制作PS2 FMCB的启动记忆卡 那么在本期视频当中 我要教你们 怎样给这个启动记忆卡里面增加项目 那为什么要增加项目呢 因为只有增加项目了 你才能够去用它去玩你想玩的游戏 好了,如果你想跟我学习的话 那就跟我一块去看看吧 那我们要准备的工具呢 还是这三样 这个是上次视频中 考好系统文件的U盘 这个是上次视频当中 我已经做好了这个PS2 FMCB启动记忆卡 同样是这个是PS2的国际 70000行李台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 就是把这个PS2的启动记忆卡 插到你的机器上 和这个U盘插到你的这个PS2上 然后我们开机 直接进入到了FMCB启动界面 然后我们选择LongChief 就是文件管理器的意思 我们按下插件 选择第一项文件管理器 然后我们选择Math Math就是你的U盘的意思 选择FMCB 选择下好的两个系统文件 我们先标记 先按Mark键 然后按R1键 选择Copy 然后我们一定要把它复制到 G卡0 MC0就是G卡0的意思 就是我们刚才插的那个启动记忆卡 然后我们复制进去 复制到这个Boot文件夹 Boot文件夹 就是启动文件夹 然后我们选择 再按R1键 选择Paste 就是粘贴的意思 稍等片刻 好了 那你会看到两个下载的系统文件 现在已经被我们 考入到了这个 PiSOO的启动记忆卡里面 一个是HDL 一个是OPL 然后我们选择返回 接下来我们重新启动机器 接下来到了我们最最关键的一步 就是增加启动效果的这一步 我们选择最后一项 配置 按下圈键 我们选择 选择这个 Configure OSD System Optations 选OK 然后我们选择第二项 Configure Item 就是 配置选项的意思 配置项目的意思 第一项 第二项 第三项 第四项 第五项 等等第九项 我们可以在任何一项 增加你想增加的启动项目 比如说我想在这个第三项 增加我刚才的启动项目 我们选 我们按下圈键 注意 这个PASS E是路径的意思 我们把这个路径一定要设置为我们刚才复制启动文件夹的那个路径 刚才启动文件夹那个路径是MC0 BOOT文件夹 然后我们把刚才那个启动文件设置为 刚才那个下载的那个文件是HDR0.8C 我们就设置为HDR0.8C 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路径 我们这个启动文件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启动文件就是 我们刚才设置的那个文件就是HDR0.8C 然后我们选择Return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名字也可以改一下 比如说把这个名字可以改成我们想要的名字 比如说我可以把它改成HDR0.8C 我不想要这个HDR到我们就可以把它改成我们想要的名字 比如说我想改成HDR0.8C HDR0.8C 选好之后我们选OK 好这样的话名字就是我们自己自定义的名字 然后我们选Return 然后第三项我第三项设置完成之后 我想把第四项设置成我刚才的下的那个OPL那个启动项 然后我们同样点圈键 然后同样是修改路径啊 把路径选成MC0 把路径选成这个 同样是修改路径啊 把路径选成MC0 boot文件夹里选这个OPL 好设置好之后呢 我们点Return 这样的话就说明我们第三项 第四项都是我们的这个启动文件吧 然后我们把名字改成我们想要的名字 这个名字我不喜欢 我可以把它改成我想要的 那我就改一个OPL092吧 好 好修改好之后呢 我们点OK 点Return 点Return 注意啊 最后一步一定要选择 一定要记住存储 选择C5CNF2MC0 因为我们要存到我们的记忆卡里面 所以的话一定要记得选择C5MC5CNF2MC0 最后我们选择退出 然后我们选返回 好 现在我们就看到了 你的这个启动选项里面 多了两个选项 一个是HDR08C 一个是0.92 就是我们刚才添加的选项 这时候我们已经制作成功了 那我们先来试一下效果怎么样 比如说我想试一下OPL092 我们点插件试一下 OK 我们可以看到它成功进入到了OPL的这个软件的界面 这说明我们刚才做的 我们刚才的启动项是成功的 我们刚才做的一切都是成功的 那我们再试一下别的 试一下刚才那个HDR08 好我们试一下这个HDR08C 你可以看到它也成功的进入到了它的启动界面 所以说我们刚才添加的两个启动项目都是成功的 那不晓得大家没有学会呢 好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那它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我想你们一定学会了 好了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请一定要记得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 一定要记得转发和分享订阅哦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那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See ya 拜拜